這個一之一這個圖 為什麼說紓困大家現在 南部或是中部這些民代這些立委 可能被民意壓得快炸鍋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裡面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 這是在Dcard上面在講的 就是說他說 他發現他在高雄的某個連鎖 飲料店打工 去年十月到六月底說 只要有老保的都可以去申請紓困 他就去申請了 就系統一直說他不符合資格 結果才發現他入職到離職這九個月 老闆都沒有幫我保過老保 還會從我薪水裡面扣老保費 這個真的是社會底層 非常多這樣的狀況 結果勞工局就傳email給他說 他沒有保成功 老闆就以為那email是垃圾簡訊 就把它刪掉 然後說這個有保 然後還說這健保可以追溯 老保不行 結果他到現在 他是領不到這個紓困金 好像不只這個一個案例 可是另外一個案例 又是說這個聯合新聞網報的時候 有一個失業女子領不到紓困的原因 他是講什麼 他是因為他五月份失業的時候 提出紓困被退回 因為他四月曾經有短暫投過 勞健保的紀錄 那因為他四月做一份工作 那個工作實在他負荷不過來 短暫有投保經驗 但是五月份去做了拉麵店 拉麵店之後 結果因為碰到疫情 拉麵店都倒了 他也沒有工作 反而是因為他有過投保 所以他也領不到 講到這邊很矛盾 這邊是因為沒有投保他領不到 這邊是因為他有投保領不到 所以讓大家現在就覺得捕撒撒 小老百姓就說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把這個現金發到我的戶頭裡面 讓我紓困就好 變成這樣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講得非常 看不出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賴香菱就提出了幾點 他認為說 現在勞動部的部分工時紓困 只發給四十一萬人 但是呢 今年四月就有五十二萬人 投保薪資在兩萬四以下 顯示有十一萬人被排除 所以很多的打工主看得到吃不到 另外他認為說 很嚴苛的是年收入五十萬以下 可是今年疫情是五到七月 跟去年的收入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的資格會讓很多人 望眉之可 沒辦法領到紓困 這點點點他還有講到說 互踢皮球的部分 其實就講了 現在很多真的需要紓困的人 反而因為層層制度的設計 他領不到錢 所以也難怪說中南部的立委或是明代 他們會受到很大很大基層反彈的壓力 不過我們回到前面這一張來看到 剛才賓哥在講說 總統發言人張敦涵的確今天有出來講 說這個報導 他認為是充滿不實的預測 總統參議員沒有要換隔魁的打算 然後呢 我們也整理出來 雖然賓哥認為 這次可能真的有事真的 因為是不是找不到人 可是過去 只要總統府發言出來說沒有的事情 後來都成真了 2017年賴清德九月要接隔魁 行政院林全要下台 這是第一次要換隔魁的時候 總統發言人黃崇燕講說 內閣改組傳聞 目前團隊並沒有這樣的計畫 結果賴清德就接隔魁了 然後2018年的傳說 賴清德要下來了 蘇貞昌要上去了 總統府發言人黃崇燕又再出來說 沒有這樣的訊息 結果就謝謝賴清德再見了 然後行政院蘇貞昌就要上來了 還有一個2018年 這個是陳菊要進入到 總統府接秘書長陳菊自己叫 沒有這回事 總統府沒有徵詢 也不要替我找工作 好嗎 結果最後是什麼 總統就宣布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來接任 當然這次聽起來 看起來很多這樣子的 過去歷歷在目 每次都是否認 但是後來就承認 後來就真的上來了 這次他特別講到一個四成的保衛線 就是說當蔡英文四成的民調 如果被突破了 他往下走了 趕快會把蘇貞昌給換掉 但是剛剛一斌給我講到說 可是這一次公投已經延後了 你的看法是說 那可能就沒有所謂的更換 或是擋子彈的必要 不過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會不會說 那現在疫情之前 那既然我不用省到公投去擋子彈 我現在就把它換掉 解決這一波的民怨 有沒有可能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不是蔡英文不想換他 蔡英文一直都很想換他 只是目前真的找不太到人來換 比如說你們提到這兩位什麼陳建仁 顧立雄 我比如講 陳建仁畢竟他當過副總統 你當過副總統的人 重新回來當行政院長 這個好嗎 而且不要忘記 陳建仁最近有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事情 就是他罔顧這個 生技的這種相關的醫學的倫理 然後自己去幫高端背書 其實以解很多人的意見 所以你認為他這個時候來 解可奎是一個恰當的人選嗎 如果沒有發生高端的事情 也許還可以 因為他相對感覺上 過去他比較中性一點 可是高端這件事情 就讓他整個人的信譽砸鍋了 如果他接了格奎 大家說你看看你接格奎 現在開始推國產疫苗了 你不覺得那個民意的反彈 會更大嗎 所以我覺得陳建仁 大概是已經出局了 那顧立雄呢 顧立雄這個人很奇怪 從一個律師 然後一路跳到國安會 對不對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如果你再叫他 來接行政院長 雖然我知道 他是蔡英文非常信任的人 可是他跟民進黨內部的一些人 其實淵源並沒有那麼深 那他跟各派系的淵源 也沒有那麼強 你要這樣子讓他去能夠 因為行政院長 本身的威望還有能力 要夠去押注其他的派系 因為如果他沒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搞不好會變成一場大亂 所以我個人認為顧立雄的 可能性非常低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 雖然顧立雄跟民進黨走得很近 可是顧立雄是外省人 到現在還是會有這種外省情結 我跟你講民進黨內 這種審計情結其實還是蠻重 你說顧立雄要讓他能夠去當隔魁 我個人認為可能性非常低 那還有什麼其他人選 蠻清德 蔡英文怎麼可能去把他的 羽翼 讓他羽翼豐滿呢 絕對不可能這樣做 我記得沈富雄之前說他有什麼 有疫苗可能可以來採購 他去找了蠻清德 蠻清德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的位置你也知道 我完全插不上手 因為蔡英文就是要把他冷凍起來 希望能夠慢慢培養 他自己人的鄭文燦上來 那也有人說是不是鄭文燦 反正你桃園做得也不好 趕快甩過來當行政院長 不要鬧了 因為桃園現在已經被人家罵了滿頭包了 你看這次疫情六都裡頭 損失最大的是誰 損失最大其實就是鄭文燦 從本來至少都是前三 甚至前二 一下跌落到 現在不是第五就是第六 所以在最近這陣子 鄭文燦都是非常非常低調 那你要這個時候這麼低調的鄭文燦 突然之間來接行政院長 那就是一場非常大的豪賭 為什麼 因為假設接下來疫苗 還是進口的不順利 然後高端跟聯亞的成效又不如預期 也沒有辦法直接銜接的上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種民怨會反撲的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現在誰要來當這個行政院長 都是拎著腦袋來當的 隨時要下台的準備 那對蔡英文來講或對民進黨來講 與其找一個替死鬼 來撐個三五個月 不如 反正蘇登昌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大家不要看雖然我很討厭他 可是蘇登昌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臉皮超級厚 你知道那個炮彈都打不穿了 所以每一次遇到情況的時候 像最近超級大逆風 蘇登昌就選擇什麼 你不要看他 你不要以為他沒有行程 他行程還是一直跑 只是他很少對外發言 他就是悶頭跑行程 對地方的掌控他還是要做到 可是他只是減少自己在媒體上曝光的機會 那這一點對民進黨來講是很好用的 因為可以避免讓行政院長成為劍靶 那蘇登昌也在努力掙扎 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所以這樣一個老狐狸 對現實的蔡英文來講 我覺得還是有他的用處存在 所以我個人的判斷 我是認為三五個月之內 要換掉他不容易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